由于书欣麦主演的电视剧《我的奇妙男友》二只历练不忘 正在热播中 于书欣饰演的国民女二号 您是刘女星 田静池一可爱 青春的形象 围观大观众所喜爱 也侧面印证 了于书欣对角色的李杰宇全是 该剧极自上线以来热度不断飙升 目前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0亿 好评仍在不断增加 中 于书心哭戏动人心弦 伤感剧情引无数网友心疼 在刚刚结束的剧情中 田静池由于人类体质 无法继续养育腹中胎儿 在薛灵桥等超级人类的帮助下 将胎儿转移到了超级人类白鹿府中 但仍无法阻止悲剧 最终统失孩子想复兴田静池累撒医院 对于失去孩子的剧情 于书心展示出了具有层次感的表演 未得知消息时的紧张与担心 得知消息后 从已开始的走任现实到最后情绪崩溃 每一个环节都心意动人 在哭泣时通红的眼眶也让许多观众在谈幕和评论中表示 被于书心带进去了 于书心哭泣很真实 让人干同身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